等着我 对 就是这儿 舒服 我 就是最让考古人操心的象牙 怕我坏了 让我吹空调 住冰箱 最近它们又开始发愁 我 到底从哪儿来 八个祭祀坑里面有六个都覆盖了象牙 这是世界上红时代 青铜时期付出象牙最多的一只 我们需要知道它从哪儿来 到底怎么在用 于是老唐兴高采烈地 拿走了我的一点象牙渣 然后开始四处打水 我们需要采赛云的中央的植物呀 河水呀 来看看生物可以利用的四同位组成 到底是什么样 我们就是从三星堆的象牙中 分析出它的四同位素的组成 来看看它和我们已经知道的 全国的底图来比较一下 它可能来自于哪一个地区 哦哟 没想到在各地吃了啥喝了啥 都默默在我们身上 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但是都过去三千年了 现在的水 草 环境 和我们那时候的一样吗 四同位素它取决于地质背景 三千年前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三千年前的气候 对现在的气候不同 养童玉素特别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 我就知道沧海桑田 哪那么容易找到回家的路啊 毕竟我们的存在 就是一个巨大的偶然 要是没有现在的重重保护 我们早在重见天日那天 就消失在风中了 幸运的是中国的南方 有着大陆的失所 它是通过大气降水 经过土壤 然后进入到信号 十几万年里 变干变湿 吃了多久 这些我们都可以 这一段时间就能不能看到 了不起 这可真是建威之助 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 我们最核心的四同位素数据 就可以全部拿到 如果它来自于四川的本地的话 我们就可以合理地去理解 三千年前当地的气候背景是什么样 它有什么样的气候条件 能够支持这么多头大象的生活 如果来源于四川本地之外 我们更关心三星堆 对周围的影响 看来我的寻根之旅 已经胜利在望了 老唐 继续加油吧 我们有太多的辉煌灿烂的文明 仍然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空白 我们些许的工作 我们能够理解鲜明的智慧 哪怕非常小的一部分 我们也会觉得很荣幸 我一定会持续地深入下去